行入法华 七遇说法 在创作这个药草玉的时候呢 它基本的格式就分为三段 也就是经文 故事 以及这个上人的手杂 它其实就是一个起承转合 非常完整的一个体制 但是其实呢 在每一个段落里面呢 我认为它自己也必须要有自身的起承转合在里面 那这样子这个观众呢 在看或是在领受 在听的时候呢 它会更加的顺畅 那首先呢 是经文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佛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会把人事实地物先把它交代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会是弟子与佛陀之间的问答 然后佛陀就会进行非常详尽的开示 开示完之后呢 它还会再进行一段记文的附送 通常这个记文呢 就是相当的长 会把前面开示的部分呢 用比较精简 有对账的文字 重新地再铺排一次 来加深呢 这个聆听者的印象 最后佛陀再会做出一个总结 所以光是经文呢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 起程转合的部分 那我们只有八句的空间呢 来去做一个浓缩的动作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挑战 那我就会希望说 我看完整个经文之后呢 我能够截取里面的重点 把起程转合 各自拉个一两句出来 然后来成为我这一次开头的经文的部分 那其实像以药草域来说 这个是佛陀对于大家设尊者的一个开示 那在经文当中就不特别将它点名出来 那只有特别的强调说 这个药草域里面 佛陀他所演说的重点是什么 那在这边就可以跟所有的空中的朋友来 小小的说明一下 这其实呢 一开始就是佛陀在问大家设尊者说 你知道这个如来啊 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吗 那大家设尊者当然就是回答说是有的 那佛陀就解释说 如来之所以会有这样无量无边的功德 是因为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然后可以引导一切的有情有缘的众生 然后到达究竟圆满的亲近的这样子一个境界 这才是如来他真正的功德 因为他的智慧无边 众生无边 但是他可以用他无边的智慧 引导无边的众生 到达解脱的境界 才成就了他这样子无边的功德 那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佛陀用药槽 来作为一个辟语 来讲解说佛陀他是怎么样用一个平等的慈悲心 以及他这样无仇的智慧 来引领根基高低各有不同的众生 都能够领受法义 然后各自得到成长 不管是今世受益 或是来世可以投身到善处当中 他都是如同股票一样 走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他不断不断地在提升当中 这才是佛陀他出生于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大因缘所在 如来说法是不虚 依止方便也说知 观止诸法所归去 你只众生主根基 你只众生主根基 随既遍人说枇余 遍人说疲愉 随既遍人说病 苏无量 고�land maker 時推不作 Christmas 云统 Sure disc 清权到低 Opp原 温着发昔的山里 究竟治愈一切治愈 那在故事的部分呢 原本经文当中就有很精辟的开示 虽然它的长度呢也不短 那但是呢 它的这个结构呢 是很完整的 那药草玉 它另外一个挑战就在于说 它本身是用辟语的方式来呈现 不像其他的辟语品 它可能是有故事的 里面是有人物的 是有剧情的这样子 那药草玉呢 它就单纯呢 是用一种辟语的方式来呈现 那所以在撰写方面呢 它里面的逻辑思维 还有它的法义理路 就必须要更加的清楚 来让所有的观众能够知道说 哦 原来 这个就是代表佛陀在说法 哦 这个就是代表 根基高低不同的众生 这就是我在撰写时候呢 必须要特别留意到的重点这样子 那它的故事主要就是讲说 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啊 不管是山谷啊 河流边啊 森林里面啊 其实都有啊 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 各式各样的花草跟树木 在里面生长着 那虽然它们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面 可是它们的形质 它们的大小 它们的颜色呢 其实都各有不同 各有特色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啊 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啊 出现了一片雨云 那这片雨云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它广播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个天空 诶 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一般来讲啊 我们在形容佛陀的时候 我们比较把它形容成 太阳 月亮 百度人 传师 教导师 等等之类的 比较少 把佛陀说法形容为这个乌云 雨云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点震撼到 那但是我就是继续看下去 看看说 它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形容 这种比较少在佛经当中看到的 一种隐喻的方式 好 那这片大雨云呢 覆盖了整个大千世界之后呢 它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让我明白 为什么要用雨云来形容 因为它把炎热的太阳给遮盖住了 因为当时的太阳非常的炙热 让地面上的这些花草树木啊 其实都饱受着煎熬 那所以佛陀的说法就如同这片雨云 带给了我们一丝的清凉 把这些呢 三界火宅当中的苦难 这些煎熬都把它给遮蔽住了 除了遮蔽住带给我们清凉之外 它还带给我们乏意 因为接下来这片雨云就降下了 大量的甘露雨水 那接下来它就做了很详尽的说明 因为这个雨水降下来 它是平等 无差别的 是一种普度的观念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地面上的花花草草啊 它其实呢 有高有矮 有大有小 那有的是开花结果的 有些就只有单纯是根茎树叶的 所以它在里面形容就是花草树木 主要就是这几种差别 那这些花草树木呢 随着自己的这个高矮胖瘦 它能够领受到的雨水 也各自有差别 比如说有的树叶特别大的 它就能够接到特别多的雨水 有些它的根啊 特别蔓延开来 根榨特别深的 那它的吸收能力呢 也就会比其他的小花小草 还要更加的厉害 那这边它就是在譬喻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的 所有的友情众生 我们天生的根基啊 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是立根 有些人是顿根 有些人是上根 有些人是列根 根气不同 但是呢 佛陀它的开示 它的法语呢 是一律平等的 那能够领受多少 完完全全 就是我们自己吸收力 领受力 悟性的问题 这不能够怪佛陀 这是要我们自我检讨的部分 但是呢 毫无差别的就是 佛陀的雨水呢 就是会普遍的 将降临在每一位众生的身上 那它这边还有特别 讲了一下 就是这些花草跟树木 它有一些小小的分类 就譬如说 它药草就有分成三种类别 这个转轮圣王呢 是小药草 身文原诀呢 算是中药草 那常随佛学者呢 就是属于上药草的部分 那再来是树木哦 那我们就知道树木 它对于雨水的领受力 吸收力呢 肯定是比这个小花小草 还要更加卓越一层的 那这个树木呢 它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做常行慈悲 它是属于小树木 第二种呢 是度化众生 这就是属于大树木了 那不管是小树木 或是大树木 其实他们所奉行的 就是大圣菩萨 六度万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菩萨 人间的行者 那所以我们在里面 就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在佛陀的心里面 它对于众生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 所以做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自我去对照 自我去要求 我们可以观照到说 哎 我们现在是属于 小药草的部分 还是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 慢慢的从药草 来进步到树木的 这个境界呢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哎 把佛陀说法 形容为雨云 这样子的一种 辟育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适当的 尤其是在药草域的 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雨云 除了一开始 砸毙了所有 三界火宅的 这些煎熬之外 接下来就会 给了我们 适合我们成长的 所有的这些法义 这样子 那把众生形容为药草呢 也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草木啊 这些花草啊 其实在中药里面 常常拿来作为药材 那把众生形容成 花草树木 形容成可以变成药材的 这样子的一种材料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一个期许在里面 其实他就是希望 每一位众生 都可以成为 利益他人的一个种子 佛陀已经肯定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人间的 上等的药材 那违抗我们自己 愿不愿意 去发挥我们天生的 这一种药材的能力 去医治他人 去帮助这个社会 然后去医治 这样子一个 人间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把众生形容成 花草树木 这样子的药材 其实这里面 也有佛陀的 大智慧在其中 那这个就是属于 故事的部分 草木和灰白千青 山川西谷格安青 发云光大色彩 颜色彩异 心态不一 生长所需 可求降雨 发云光大不愁迷 眼赴大前世缩写 灭光烟闭 晴亮大地 你时刻意 草木绕影 药草分三个随起大小人跟鸟 转轮声望小药草 声闻人觉中药草 唱随伏雪上药草 树木有两种 顺起高海向甘露 长行慈悲小树 独化终生的树木 结尾菩萨是楼公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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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左右 十个段落左右 那后来我们把它浓缩成八个段落 大概是十六句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调整的幅度 并没有很大 那这个是一个可喜可贺的部分 因为上人的手札 基本上我是把它视同如同经文一样去看它 我不敢做太大的变动 因为上人当然有他非常独到的眼光 还有他这一生这么伟大的怨行 那凭自己的智慧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那如果硬要去调整的话 那必定就会有点偏失于上人的原意 所以那时候看到上人的手札的时候 我是用对待经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来去做这个蕴角上面的小小的调整 这样子而已 所以把这个十个大段落浓缩成八个段落 这样子的小幅度的调整 真的是非常感恩 就是不用动太多 我们只要把上人的金句里面 挑出最重要的重点 这样子去编排 就可以完成上人手札的部分 而且保留了上人开示的原意 那在这里面上人的手札 我觉得对我印象有一点很深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有一句话 佛以一世献凡尘 未教有情的安稳 我们都知道佛是以大事因缘而来到人间 就是要开示误入 然后另入佛制这样子 那其实用 不管是用在教育学上面 或是用在我自己生活上面 对我的影响很大 因为年轻时候的我 就是比较好为人师 就是常常会希望用自己的观点 去说服他人 那如果对方不愿意接受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方是不是实在否定我 这样子 所以就会变成 有一点好变这样子 要讲到对方听得懂 讲到对方接受 甚至其实最后演变成是强迫对方 在不耐烦的状况之下 去接受我的想法 那在看完药草品 看完上人手杂之后就发现 啊 对 佛陀是这么样的有智慧 他的智慧就来自于 他明白每一位众生的根基 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让他得到应得的法益 而不是用自己强硬强灌的方式 明明他只是一个小草而已 你却拿一整个浴缸的水去浇灌他 那肯定一定会收到非常非常负面的效果 我们应该要像佛陀一样 他就像是一片雨云 非常平等的降下雨 雨水来 那这个小草能够吸收多少 就看他自己 就看他自己 绝对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压力 任何的痛苦 但是佛陀的一席法音下来 诶 能够吸收到的大树木 就可以吸收到很多 那能够吸收到的小草 也能够吸收到一些些 那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在一种清凉的环境之下 随着自己的摄受力 来去领受这个法益里面的益处 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对我也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性 就如同教育学上面 曾经有一句话讲得蛮好的 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那这一点也就是佛陀 还有上人他们伟大的地方 因为他们做的是自我要求 他们不会去强迫众生 他们强迫的是他们自己 怎么样用更有智慧的方式 用对众生更有帮助的方式 让他们更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把这些法华 法华的这些内容 菩萨六度万身的愿行 来介绍给众生 然后再随他们的更新 我们慢慢的引导 他能接受多少 就慢慢接着 慢慢去吸收 对他们一定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也不要求他立刻改变 但是我们把它种下了一个法的种子 在今生 在来世 在未来世 他一定会慢慢的茁壮 然后开花结果 就如同肖傅所说的 我们做这个法华七辟域的音乐剧 我们不是用那种非常健身 难以理解的佛经内容 就直接就灌注在众生的 这个眼根或是耳根里面 我们用的是一种 非常让众生能够欢喜 能够领受的这种音乐剧的方式 然后作为一种入门的 入门的一个管道 让所有的人先对法 在一种非常轻松 非常清凉的状况之下 能够接受产生法喜 然后慢慢的 他自己就会成长茁壮 自己就会入门进来 做了解的动作 谢谢 虚空可凉 风可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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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